字幕志愿者 曲 李宗盛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貿羅街7號交易廣場 接下來將會有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呢 其中一個品牌的主理人 寬桑就在我們旁邊 寬你好 Hello Hello 大家都見過 大家都見過 這個ToysTV常客 咦 這隻究竟是什麼 阿寬 這個是瑞秀用者 剛剛去年Toy Show 其實我們之前幾個展都放出來 剛剛去年十二月就開賣了 有一個舞獅 我自己喜歡的舞獅 再加上一個機械人 喜歡小時候看的機械人 可以添加一起的概念 做一個可以大家容易接受的 讓大家不要只記得新年才有舞獅 而是一個傳統藝術 然後再加進去 給更多人了解舞獅 我發覺一件事 寬你今天的白聲非常雌聖 對 很沉 因為剛剛這幾天 為了說這個展 就趕到 可以說 香港的天氣黑暗 剛剛昨天突然很冷 所以剛剛沉浪發燒 現在床了 你帶病在身 但也應該要講解一下 你為了賺命博的一個展覽 你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為什麼要搞這個展覽 其實最主要 其實最主要就是 本身 想讓更多人看到這個創作 因為始終 我當香港本地 上年 就是剛才說的 Toy Show 比較多人看到的 即是我們擺個展覽 今次 做這個展覽 因為我本身是BIGBOX Toys的設計師 之前擺過很多展覽 都是關於街霸 或者任職龜 現在是首次自己原創 是想擺一個展覽 做一些 只是為這隻武士為主的原創 好的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 今次你在這個展覽 因為我以我所知的展覽 大約是為期八天 你希望在這個展覽 這八天 究竟可以得到什麼 其實這個星期 我當一個色情 我最希望 多些人可以 靠這個場地 VVC 去看到 我自己本身 這隻武士背後的故事 即是不只是一個 我為了想出一個 玩具而出 很簡單 其實是想 他背後的故事 是想帶給別人知道 關於全球暖化 或者一些 其他很多不同 有任何問題 你看到現在 展示 我暫時 展示了少少 先出來 介紹 究竟是怎樣 形成這隻武士的機械 你可不可以 粗略地 跟觀眾介紹一下 你這隻武士 究竟是 碎獸勇者 這個系列 究竟是 有什麼背景呢 其實呢 本身這個故事 我最主要是講 未來 因為本身 你看到很多 機械的東西 原素 但是有些傳統 關於武士 我想加 本身的背景故事 是講 未來 我略略地說 大家希望 詳細一點看 可以過來親身看 我設計這些 是講 一個 年輕 因為 小時候 他爸爸 就送了一個獅子 給他 然後 換他 自事之後 很喜歡武士 有一天 他爸爸 就離世了 對了 他爸爸 就離世了 他之後 就 開始很喜歡 武士運動 剛好有一次 不小心 在自己練習 跳裝的時候 跌了腳 然後斷了腳 其實 在現實生活來說 武士 跳裝 跌斷腳 是很多事都發生的 好像吃飯 那麼簡單 我想對他們來說 可能是 因為我也認識 一些武士的朋友 問他們 他們說是經常性發生的 始終一個故事 我想他 多些事情發生 但我始終有點誇張 就是 從他 斷了之後 就救不了腳 對 簡略介紹 他是 因為雙腦曾經 而不能動 剛才看到他跌下來 大約是因為 看見 即 網絡世界 知道原來 武士這件事這麼危險 就 斷了武士這個轉動 直接是 不讓這個世界 再玩之道危險 那麼 當他 男主角醒來之後 知道這個活動 斷了之後 他整個人很灰 就沒有了生存價值 那他家人就沒有了 還有 你看到這個 你看到後面 那些是什麼 其實最主要 開始有少少科幻 特別一點的事情 就是 說這個男主角暈了的期間 他有兩世的記憶 即出現了兩世的記憶 第一就是 他第一世是一個 佛爭 即是一個 武爭 第二世是一個很殘暴的 黑字團手 那到 這一世 他就 又回了很多記憶 之餘 你看到地下這些 其實是想告訴別人 這個是未來世界的 這個是 以前的新年 是的 你不單是畫作品 你畫很多 漫畫類的東西 你是不是有這方面的 我本身以前 是 本身以前畫美國漫畫 有做過很多漫畫 主欄 所以 就想用這些構圖 去簡單介紹 故事 那就是 講他 記憶中 因為他有三世紀憶 記憶中 以前的新年 因為這個就講回 現實 比較大 就是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 是一張 我們小時候是一張 我們小時候是一張 或者是很冷 整晚都很冷 現在是根本沒有冬 或者是一張短袖 出差 那我就想介紹 就是傳統典化的問題 沒有傳統 這類的東西 來介紹 還有 其實本身的故事裡面 很多武師和佛的典故 有關 那你是不是本身是一個 很虔誠的佛教徒 我是佛教徒 我就不算很虔誠 我媽媽是很虔誠 我是有練武的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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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其實我有一點點 講回其中一個 關於武師的故事 其中一個武師的傳說 為什麼會出現武師 就是因為 以前在一個村莊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隻叫做連獸 就上來破壞 新年之下 那些村民就靠 做一個獅頭 和掛到到處都紅色 很吵死 但阿羅打鼓地走走 這隻連獸 那 剛才的故事 我自己創作的故事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就是因為沒有了 地分 新年 說未來 沒有了 冬天 沒有人再掛紅色給你 那就是連獸就出來了 就在海底出來了 幾百年之後 就要靠 這個瑞獸 即這個男生之後 就會 得到神佛的力量 變成了瑞獸勇者 就會把他回 連獸 所以基本上 這個瑞獸勇者 是有點像 其實他不是屬於一個機械人 他是一個像蒙面超人的人 對 其實你當他一個 Robocop 他本身是一個人 但其實說他死了 死了之後 就去到天界 給他另一個身份 去做一個水手勇者 明白明白 這樣呢 我看到 擺展覽 大家都很重視 一件事 就是一個展覽 他們除了了解到 產品本身 另外 就是有沒有機會 得到 產品 首先我看到 你又跟很多 不同的 藝術者 去Cross Over 另外 我也想知道 究竟 接下來這個展覽 你們是有 什麼 產品 去 發售 這樣呢 其實現在你們所見到的 全部就是 One-off 就是我們 找了很多 世界各地不同的 藝術者 去上一隻 用他們的Style 去做一隻One-off 我也很慶幸 因為我本身 我們是想著 不是很多人參與 因為大家都很忙 因為經常有很多 玩具戰 但是 我們現在都差不多 有二十幾三十隻 做到出來 很多藝術者的支持 我們做了很多One-off 現在 就是我們 最後一天 十六日 就會三點 開始用抽賣的形式 去買 大約的形式 就是 一點會派炒 三點會公布 那些人 拿到炒 就可以上前來買 這些One-off 明白明白 除了這些One-off 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 會場版的 通販 限定版的產品 發售 我們為了這個展示 做了兩隻 特別版的顏色 還有現在 前面的紅色 其實我們在去年 這是我們的原色 即是第一隻 做的顏色 我們去年 Toy Show 賣了都很好 反應 亦有很多人在網上 問我們 什麼時候會有 還有多少貨 很多人留意 說Toy Show 賣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 有少量 會做出來 貨 這隻 這隻 是明天開始 不用抽選 這隻原色 就可以明天 買到 那是明天才到 那明天幾點 開始賣 這隻 明天應該一點 一點左右 一點左右 明白 那你剛才所說 除了 有這隻原色版本 還有另外兩隻 顏色 還有兩隻 特別版的顏色 我們專門做來 這個 VVC的特別版 就是一隻 我們用了 CAT CANDOMERICA 去製造 對 因為 剛好我們有 它的盾 武器 所以加起來 都很配合 即是挺新穎 用武士絲頭 做不同的風格 那另外 就有一隻 這隻 我自己 很喜歡 這類型的 這種 我自己叫它 Retro Wave 是比較懷舊 90年代 你去機店 或者周圍的擺設 很多都用這些 顏色去製造 還有這兩隻 顏色的特別版 都是16號 3點之後 都是用抽賣 方式來賣 即是這兩隻 特別版 都是16號賣的 那這兩隻 是多少錢 這兩隻 680 680 有限量幾多隻 我們也是 十多 二十隻 我知道 很限量 日期 其實時間很長 明天 9號 直到下星期 我們是16號 直到16號 9至16號 地點 就是以前不舊的 動物機器 現在叫做貿羅街 7號 2樓 叫做交易廣場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展覽 支持本地的設計師 就算不是 了解一下整個故事 可能一分鐘有興趣 因為我看到這裡的Story Board 其實真的很漂亮 這裡的Story Board 他做得很有心機 也不是頭皮拿一張紙板 每個場景都有細緻 考慮每個地方去找 非常感謝阿歡 這次是碟頭訪問 希望各位觀眾支持 這次就差不多了